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他们到底是哪儿出了纰漏 眼下稍有不慎的他们今天只怕就要栽在这儿 战斗经验丰富的佐墨 迅速的判断出了形势 四对三 他们本来呢在人数上还略微占优 可五行罗燕照的存在是彻底的低消了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 人数上的优势一旦消失 他们就面临危险 比法宝他们比不上宁仪他们 论修为呢 他们也远没有宁仪他们那么深厚 宁仪三人呢 都是成名已久的金丹七修者 最起码呢 也是二重天的修为 而宁仪呢 更是三重天的巅峰 他们各自被隔离开来 接下来必定是对方各个击破 该死的 左拨的脑子呀 转得飞快 手上也没闲着 按捏指印 一股无形的闽风啊 如涟漪般荡开了 赫然呢 是专门破解幻术的 焚骨闽冥灭 头顶传来了顾铭公轻一一声 嗯 这法觉倒是有点意思呀 不过老夫奉劝一句 不要白费功夫 老夫这五行螺烟照 五行流转不息 可不是什么幻境啊 乖乖的束手就擒 老夫做主留你性命 闽风荡开 周围五色螺烟 不受影响 果然不是幻境 左墨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 不过他也不气美 背上明须已轻颤了 身形如电 骤然猛出 然而无论他如何飞 眼前的五色螺烟呢 也看不见尽头 老夫说过了 莫要白费功夫啊 五行螺烟是相生相克 循环不止 自成天地 你便有那天的手段 在老夫这五行螺烟照里面 也翻不了天呢 顾民工 得意的笑声 传入到了 左墨的耳中 民工 何必和他们多废话呀 命运 阴冷的声音 插了一句 真是无聊啊 就这么几个螺椅 居然让咱们三个跑一趟 民工给他们个了结 咱们早点干完活 找个地方喝点茶 急不快灾吗 袁信大师口中称道 善哉善哉 顾民工朗声一笑 哈哈哈哈 两位牙医 和老夫这现丑了 左墨的一个人呢 只觉得浑身猛的一紧 动弹不得 那些五色螺烟 从四面八方挤来 与此同时 一股股的五色螺烟 缠上了众人 就像那一条 斑斓的独马 死死的缠着他们 轻飘飘的罗烟 此时啊 如同钢索 是坚韧无比啊 任凭他们如何的挣扎 也是没有办法 动弹分毫 就连身去 大日魔体的左墨 此时呢 竟然也被 死死的压制 越是挣扎 缠在身上的 罗烟传来的力量 可就越强大呀 难道说 今天就要栽在这儿了吗 平衡波 舔了舔嘴唇 眼睛眯了起来 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他的心里边 一直就憋了一股火啊 猎物就在眼前 他的心中呢 是充满了杀戮的渴望 在他的身后 跟着五名修者 他们或多脸色冷静 会悠闲自得 但是无一例外啊 浑身杀鸡凛冽 这五个人呢 一看 便知道是酒精沙场的老手啊 只有老手 才能够在战道前 表现得如此从容 田家的金丹旗战修 尽在此 光着六名金丹战修 便足以对付一支战部 六人身后黑压压的战修 整齐肃杀 田业战部 这正是呢 刚从战场回来 田家第一战部 田业战部 田家这次可谓是投入血本的 除了田业战部 田家另外两个战部的精锐 也齐被争调 田永青打算趁此良机 一举脑下归岛的念头是展露无遗啊 田永青呢 本来也没有想到这么多 然而顾鸣公是志气过人 立即推算出的祖墨 他们肯定会半路伏击 田永青啊 也是个聪明人 脑子一乱便想了个明白 如今呢 归岛高手进出 岛上呢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也是高手最少的时候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岂能错过呀 一旦占据 这林田众多的归岛 田家立即就能倍增啊 收入滚滚 在趁着声望大涨之际 招揽英豪 那么田家崛起 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了 就连虚灵派 也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眼前的归岛啊 就像是一个肥美至极的肉 让每个田家人都流着口水 从今天起呢 这块肉就归田家了 田恒波眼中杀鸡 骤然大胜 他口中立鹤 上 黑鸭鸭的占步 就如滚滚乌云 以雷霆之势 朝归岛碾牙而去 好厉害的法宝 昨末只觉得身上的螺烟锁呀 越收越紧 呼吸呢 都有一些困难了 耳中听到了骨头传来的 令人牙酸的 嘎嘣嘎嘣的声音 若非是大日模体坚韧无比啊 普通的血肉繁胎 光这么一脚 当场就会骨肉粉碎 但这一脚呢 现在也让左墨感到了剧痛 他毫不犹豫的撑起了燕张凯 火红的燕张凯啊 轰然闪现 炙热无比的大日文艺和螺烟锁一接触 如油入火 大日文艺陡然暴涨啊 暴体的大日文艺掩盖住了左墨的身形 它就像是一团的熊熊燃烧的火焰 与此同时呢 滚滚螺烟之中 一道浩然见义冲天而起 是直刺云霄 一阵凡音传来啊 这遮天蔽玉的五四螺烟之中 刺出了屡屡金芒 平和温润的禅修之意 充斥其间 而谢山呢 则待在一个七彩的圆照之中 这圆照啊 流光一彩 煞是好看 五四螺烟但凡靠近 便听到了 痴痴痴腐朽的声音 顾民工脸色微变 五行螺烟照与他心神相连 里面发生的一切 难逃他的法眼 这四人不是一般人啊 他的五行螺烟锁 曾经困住过多少英雄 这四个人呢 竟然如此轻松的 便从螺烟锁中脱困 让他呀 不由心声警惕 虽说 罗烟锁呢 只不过是最简单的杀招 但是四个人如此轻松 还是呀 让他有些不安 另一心中呢 也是一惊 但是 他不紧不惧 反而狂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有几分本事 我这血伞正确厉害的魂魄 修罗南城 你们抵着送上门来 今天呢 就一个都别想走了 宁以此时手中的血煞修罗伞 采集集英集会的血煞修炼而成 伞内卸煞浩荡如海 无数的冤魂沉浮宛如地狱啊 若能摄取实力强大的魂魄于伞内 便能呢 炼成修罗 此伞 威力 猛增数十倍 此伞炼到了极致自成一界 微能莫测 奈何这强大的魂魄南行啊 然而今天呢 宁以去赫然的发现 这四人灵魂都非常的强大 完全符合炼制修罗的条件 尤其是那个手持黑剑的剑修 魂魄之强 尾石罕剑 魂魄越强 这炼制出来的修罗呀 越是厉害 若用此人的魂魄炼制血煞修罗啊 那不知道要强到什么地步 宁以呢 惊喜莫名 莫说受人委托 便是知道有如此强悍的魂魄 他也要想方设法杀之夺魂 这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抵抗的诱惑 今天真是状大运了 二话不说 他便朝伟胜扑去 元圣的目光死死的盯住那四目的金光 金光中透露出来的磅礴的禅意 让他感到了暗自的心惊啊 愿他大为眼红 他出自一个小门派 身上这部魏陀处决 是他一次无意中在一处山洞中发现的 他天资极佳 有了魏陀处决之后呢 如虎添翼 修为日益深厚 逐渐步入到了高手之列 成功结单之后 又费尽了无数的心力 收集各种材料 炼制出了手中这件魏陀处 然而看到对方这精纯无比的禅意 他依然呢 无可遏制的眼红 对方修炼的一定是一门极高深的禅觉 比他的魏陀处决更加高深的禅觉 这部魏陀处决 他已经修炼真挚元熟 他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再进一步 他能让他修到金丹 却没有办法呢 让他修到元英 他的手指死死的攥住了魏陀处的处身 因为太过利了而手指发白 无论如何 一定要夺得这部禅觉 只有夺得了更好的禅觉 自己才能修成元英 手中尾陀处重重的一顿 童环一声齐鸣啊 禅音之中杀鸡毕露 元熏面目神光引现 大不留心静姿的朝着宗儒走去 艳章坎一线 左末这个时候啊 只觉压力顿见 大日文艳果然厉害 他心中呢 这个时候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可是目前的问题是 如何破掉这五行罗燕照呢 他还是没个头绪啊 这五行罗燕照 五行皆其变化无穷 而且呢 前对方炼气的水平相当的厉害 这其中啊 还有许多他没有想到的神庙 风骨鸣鸣灭 已经证明没有用 说明眼前的罗燕并非幻境啊 那不是幻境 那他是什么呀 忽然想到了刚才察觉到的浮阵的力量 昨末 悚然而惊 难道不成 这 这五行罗燕照 竟然还蕴含着浮阵变化之道啊 越想啊 他越觉得有可能 五行相生相克 在浮阵中 五行类的阵法是不得其数 而罗燕呢 其性飘忽不定 可随意的变换形状 对于浮阵来说 这又可以增添无数的变数 若真是如此 那可就真的麻烦了呀 时时呢 稍一探查 左末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 果然呢 这五种罗燕 看似随意的混杂在一起 其实呢 隐隐的遵循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规律 而且对方不知道用什么密法炼制 这五种罗燕呢 时而敬畏分明 时而水辱交融 变化莫测 想起了刚才呀 大尔文燕灼烧 这罗燕的情景 左末眼前一亮 哎 不如 用大尔文燕试试吧 他身上的火焰 倒然再次的暴涨 他朝罗燕最浓密的地方冲去 便听到了 滋滋之声 不绝于耳 嗯 火焰倒是不错 可惜呀 人差了一点 就这点手段 就想破我的五行罗燕照 痴心妄想吧 顾明公冷冷的声音传来 他显然呢 已经动了真怒 刚才一时不察 五行罗燕照受到了轻微的损伤 他对此宝啊 是若珍宝 任何一点损伤呢 都会是心痛无比的呀 左末只觉得眼前一变 周围的五色罗燕呢 变成了红色罗燕 这种罗燕 奇红似火 就好像闻到了腥味的鲨鱼一般呢 疯狂的朝左末处涌了过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猛的呀 一吸的过来 浑身大日磨焰 竟然挤一粒蹄去 左末大惊啊 大日磨焰周围的红色罗燕 厚实的几乎快凝成了实体 那股犀利呀 便是从这些红色罗燕传来的 火形罗燕 浮阵 左末猛然反应了过来 连忙他收回了大日磨焰 直着片刻 他的大日磨焰竟然消去了几乎一半 而那些吸收了大日磨焰的火形罗燕 变得越发的焦艳痛红 左末又是肉痛又是惊骇 好厉害的罗燕啊 好厉害的扶阵 对方的手段之高超 远超乎了左末的想象 漫天罗燕之中 对方竟然悄然布下了几火扶阵 否则的话 火形罗燕再厉害 也不可能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便吸走那么多的大日文艳吧 他现在还真正领略到了对方的厉害 果然不愧浮仙之名啊 之前的时候 左末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宁衣的身上 另外两人的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才明白过来 盛名之下无虚事 在都天血界横冲直撞的左末 完全他都没有想到 竟然在进入永海界之后 连连的遇到挫折 这次呀 他再次的被逼到了绝境 他居然发现了 自己没有什么有效的法子应对 而之前的被射入青龙幻境盘内 顾向天的黑金伏兵 竟然他吃尽了苦头 现些是一命呜呼 嗯 等等 黑金伏兵 左末脑海中 灵光一闪啊 不过想到那丝 那副无赖的模样 他就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靠谱 不过眼下他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了 大耳魔体刚猛无比 含有敌手 可偏偏对方这手段 就是少受能够克制大耳魔体的手段之一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招杀招 那就是几股荒技术 然而这招的威力固然说奇大无比 但是灵力消耗之道 不到最后关头 他是绝对不敢动用的呀 左末二话不说 取出了黑金纸服 灌入了灵力 嗯 没反应 想起上次的情景啊 最末眼角一阵抽搐 难道说 这个家伙要抽才能出来 啪 灵着指幅猛的往手上一抽 天生舞着 懒洋洋带着腥孙睡的声音再次响起 黑金浮冰的 这个时候就出现在了左末的面前 看到了那张暗金色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庞 哪怕是在如此危险的境地 左末都感到了一阵神经错乱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